欢迎来到高雄广播电台AN1089 年下所收听的节目是由高雄中学大众传播社 所谓您精心制播的 静夜星空知我们的天空 大家好,我是DJ小圆 大家好,我是DJ淡兰 大家好,我是DJ宝泰 那看看今天的日期呢 7月其实快要结束 就代表说我们的暑假也过了一半了呢 8月即将来临 我们暑假呢已经过了一半了 想请问一下宝泰 在经过的这个7月的暑假呢 你这个暑假 7月的暑假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7月呢有去参加营队 然后为期4天的营队之中呢 我是去参加有关于广播与电视的一个课程 那除此之外的时间 我除了属骑辅导之外呢 我是泡在骑射里面跟别人厮杀 听起来算蛮充实的 比起我的生活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宝泰 你是什么骑呢 我下的是围骑 围骑不是 就是一场都要下很久吗 差不多吧 一场大概一两个小时 跑不掉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 下一场下一个小时 脑袋不会都快要累爆了 然后呢 一个是我这样 这样好像有点折磨自己 我是觉得啦 如果脑袋没有被轰炸的感觉 毕竟我在雄中也是被轰炸了一年了 没有被轰炸的感觉 有点不适应 也是啦 就是雄中其实疲劳轰炸 就是还也没有比围骑还要不吓人 照这样看来 好像真的也蛮辛苦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暑假呢 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接下来的八月暑假 我们究竟呢 要怎么过呢 毕竟七月已经过去了 我们再去追 已经追不到了 八月即将来临 我们要如何过这个暑假呢 那宝泰呢 其实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暑骑辅导大概也是好好学 但是我对暑假最后两个礼拜 有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我讲过了嘛 前两个礼拜我是泡在骑射里面 后两个礼拜我想要去参加比赛 是什么样的比赛 就是大家坐在那里下围棋吗 差不多 大概每个人每天下五盘那种比赛 可是你不是说一盘是两个小时吗 那五盘不就是十个钟头 哦那个我说的两个小时是在骑射里面 骑射里面的时间比较自由 所以就是有快手限制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那比赛是有计时器的 每个人大概下一点点时间 就必须要赶快落子 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被判超时负的 所以这样一场大概要进行多久 四十分钟到六十分钟 还是很辛苦吧 有一点有一点 所以我像我现在这种身体不太好 太虚的人 可能下个三盘就已经汗流浃背 整个就已经快崩溃了 那你就要保重了 谢谢 希望你可以起开得顺 谢谢 写淡然的祝福